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 我們這一集繼續跟進一下復活節 香港方面的經濟資訊 復活節就好多香港人出境 原來4天累計有203萬人次出境 152萬人在北上消費 這個數字相當之恐怖 如果是計出境人數差不多 有3分1香港人已經出境了 不過回境人數都開始回來了 昨天開始原來已經有回港潮 入境的香港人有52萬 所以這些復活節家旗大陸沒有放假 所以入境的旅客不多 還有現在也有不少聲音在說 大陸現在的旅客不消費 或者消費好少 其實之前已經有報導 有些新聞講過 就說有些旅客去茶餐廳吃東西 幾個人喊過菠蘿包和一杯飲品 說他們窮不消費 消費力不似預期 還說這一個已經是香港 餐飲業近年所關注的問題 香港01有個報導 據之前訪問金記控股主席 早前就在電台提到 兩三個人 一人一個菠蘿包 一杯飲品就轉數了 打張卡就拍過照 就當消費過 那他一人一個菠蘿包 再加一杯飲品 那其實都真是算消費的 你又不能夠說 逼他消費很多 他吃幾多 用幾多 是他自己的個人選擇來的 是吧 那但是他們 香港01那邊的記者 在3月某個星期六 就去到灣仔 匯展附近的金記冰室 他觀察了整兩個小時 發現有對年輕的旅客 只是單喊了一個9元的菠蘿包 還有一杯20元的動鴛鴦 加上29元 亦都有會展商務客 拿著星花客 入到餐廳再喊一個菠蘿包 亦都有些廣州的學生 認為香港物價每樣都貴 喊不到那麼多 根據他們新聞報導所講 有好多捱過疫情的餐廳 就希望能夠重拾高峰 但是事與願為 業界現在慢慢發現 內地旅客的旅遊模式 已經發生變化 不再好似以前那樣 豪飲豪食 再加上香港人的消費力轉移 去到深圳 雙重夾擊之下 就不似預期 生意愈來愈差 香港01的記者 就說自己 採訪當日 下午2點半 就去到灣仔匯展附近的 金記冰室觀察 目測入座率持續有八成以上 2個小時內 估計有10台的股客 是來自內地 其中有一對年輕的旅客 確實 就好似金記所講 在店內留半個小時 即是喊一個9元菠蘿包 和一杯20元的動鞭鴦 埋單29元 人均消費24.5元 但兩個人就不願意接受訪問 那當然是不願意接受訪問 你又看著他 吃了29元的食物 30元都不到 跟著你還要採訪過有什麼感受 換了是我 都不肯了 原來你暴了我那麼久 看著我吃30元的食物 另外也有 好像剛才這樣講 內地商務客 拿著一杯星巴克 然後喊個菠蘿包 而店員也沒有阻止 客人在店外的東西 拿進來的行為 當中 有從事珠寶業的方生 參加會展 他是來自深圳 他說一年會在香港公幹幾次 他當時和另外三個同事 喊了個306元的四人套餐 包含四碗白飯、四杯飲品 人均76.5元 雖然深圳作為超一線的城市 物價是領先內地各大城市 但方生的認為 深圳對比香港是更加便宜 港式餐廳的口味 和香港的分別不大 但他明白 會展一帶的餐廳定價 是會高過市面 就賺這間冰室 金記冰室的性價比 仍然算合理水平 不過有點貴 平時奢侈一下就差不多 也有內地旅客 坐天星小輪 去到灣仔碼頭之後 露經金記冰室 就坐進去吃東西 首次來到香港的女同學 是來自廣州 當日早上一家四口 就坐高鐵 去到香港之後 立即坐纜車上山頂 看維港景色 打算吃完飯之後 坐開棚上層得士 在鬧市穿梭夜晚回內地 他就說了 不會過夜 因為酒店太貴 所以打算看一看就走 香港酒店 在這裡住一晚 都要過千元 房間又不是很大 不過女同學 對香港的初次印象很普通 他認為香港物價高 譬如餐廳的價格高於廣州1.5倍 但菜式欠缺特色 在內地同樣吃到 他說評價香港的建築物和街道 也不如內地 有些舊 他說感覺國內好些 差不多就是這樣 他還說這裏的水貴過大陸很多 大陸的水兩元一支 剛剛地鐵站要十元一支 十幾元一支都有 然後地鐵都比國內貴 這裏兩個站過海十幾元 國內就不會貴 而且在大陸他是學生半價 在廣州坐兩個站可能三四元 還有他有半價 其實這裏是一些年輕人的看法 可能很多年輕人 是叫做第一次來香港 或者來香港的次數不多 但是國內現在很多地方 可能他做了一些大型的基建 城市規劃 或者是很多所謂的刀跟項目 如果他們做完之後 大陸的城市絕對是會比香港更加美的 也是因為這一個原因 就令到他們有一個對比 所以有對比情況之下 就會變成覺得香港欺負內地 其實香港就不像大陸那樣都跟得那麼密 那講返這間金記冰室 他的分店經理表示 適逢灣仔會展當日 就舉行著珠寶展覽 再加上內地旅客趁著周末去到香港 內地客的數量高過一般的周末 兩個小時就做了十幾台大陸客 人均消費是四十元 但是仍然未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 至於那部分點餐老豪爽的內地客 他們就說到因為見到他們 頸上面掛著參展商的牌 屬於商務客 這班人就可以向公司報銷餐費 所以他們就叫多些 至於其他旅客 根據他的觀察大約都喊一杯飲飲 食個包一般 不是食得好多東西 而他亦透露 這些內地客人 疫情之後 他們的消費大約跌了兩到三成 他說譬如以前一台三到四個旅客 都會喊一份四人餐再加個菜 現在每人只喊一份粥粉麵飯 甚至乎三個客人喊一份兩人套餐再喊個白飯 還有現在這班客戶一入到來 就問餐大不大碟 然後坐下就兩個人喊一個菜 加個飯就算了 普遍是比疫情前喊少的東西 而上一集都有同大家講過 說復活節之前香港的餐飲業界 就預計他們的生意額會下跌三成 但今日這一個香港餐飲 原業協會會長王家和 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 他說假期太多香港人不想消費 他說估計現在的餐飲業生意 是比預測更加差 是大跌超過四成那麼多 他說故意講到 說出境的人潮對香港的 餐飲業生意影響非常之大 和平日比早上的生意少了兩成 夜晚去到四成 認為對餐飲業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警號 和去年的復活節比生意少了三成以上 他說去年兩地開關之後 仍然有不少香港銀流在香港消費 後來北上城外熱潮 最受影響的是較高端的消費 因為大部分離港的都是消費力高的人 他說留在香港的六百幾萬人 不是說他沒有消費力 不過他們的消費力明顯是不及離港外油的人 而東營油的CEO就講到 今個復活節假期和去年比 出油人數有很大的升幅 多出超過一倍的客量 當中去日本的人數 在2023年本身已經回復到 2019年的93% 今年再微升10個百分點 至於今年更加大催中國風 由內地的路線可以講得上 百花齊放 FWG由內地人數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而且當中有不少是長線團 嘩!旅行社都幾好生意 開頭以為他們只是去深圳 原來是去旅行團玩買的 有少少想不到 今集和大家簡單看了一下這些資訊 看到這些旅客明顯消費力不足 其實有沒有一種可能性呢? 他說生意額少了三至四成 其實可能人數上沒有少到的 而是這班人消費力低了 所以來幾多人都很難填得回那個坦 即是說以前來講 可能兩個人去茶餐廳吃過東西 好小小小 都不說好小小 是正常小小小 兩個人一個人人均五十塊 一百塊 但是剛才所講 兩個人三十塊 或者六十塊 變成生意額差好遠 如果好像兩個菠蘿包兩杯飲 二十九元乘二就是六十元 以前營均消費就是一百元 剛剛好沒有的那四成 可能真實的情況是這樣 是這班人現在不願意消費 來到的旅客全部都是窮友 這一點你做幾多盛事 幾多活動都無辦法解決到 不是說你做盛事 這班旅客就要變有錢 就可以大手消費的 好了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面留個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